印度尼西亞處決毒販 引發荷蘭和巴西召回當地大使 抗議印尼處決他們的公民 印尼決定槍決5名來自巴西、荷蘭、越南的毒販 引發外交風波 荷蘭和巴西召回駐印尼大使 但是印尼外長表示 暫時召回大使是常規程序 除了荷蘭和巴西 反對死刑的澳大利亞也警告 如果印尼處決下一批 包括巴黎九人組中的兩名澳洲公民 將召回大使 這預計將使因為竊聽風波而交惡的兩國 關係進一步冷凍